在外人眼中,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与妻子凯特王妃,可以说是良才女貌,天生一对,实际上,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是英国王室有名的金童玉女,是王室的形象大使,与某些经常发表各种不当言论或者做出不当行为,而抹黑王室脸面的王室成员不同,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公众形象极佳,并且两人形式低调,作风正派,深得全球各国王室粉丝们的热爱与拥护。 威廉夫妇可以说是英国王室的金字招牌,是王室的模范夫妻的。 在公开场合,威廉王子总是彬彬有礼,充满了儒雅俊朗的气质,他对妻子也总是一副温柔卑质,宠爱万分的模样,因此很多网友特别是女网友都把高大英俊且懂得体贴疼爱妻子的威廉王子作为模范丈夫看待,威廉王子的好丈夫的形象深入人心。 不过,这次英媒却爆出了惊人的报道,有王室内部人士透露,威廉王子作出一个决定,让妻子凯特王妃心碎,伤心欲绝。 难道此次,威廉王子的好丈夫形象将被打破,好丈夫人设崩溃? 凯特王妃在2024年1月9日生日,她年满42岁,凯特王妃计划和朋友和家人的簇拥下庆祝这一重要日子。 但是威廉王子作出一个决定,让凯特王妃十分伤心难过,威廉王子决定将他们的长子乔治王子送到伊顿公学,这让凯特王妃感到很难过。 伊顿公学是英国一家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古老贵族寄宿学校,威廉王子和他的弟弟哈里王子都就读于这所著名的寄宿学校。 但据一位王室内部人士透露,凯特并不在伊顿公学读过书,因此他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乔治小王子能去他以前的学校马尔伯勒学院。 凯特王妃对威廉王子的决定心碎了,这一决定多年来一直是这对夫妇关系紧张的根源,引发了无数争论。 他们说,凯特长期以来一直不同意丈夫送他乔治王子走,尽管这是王室的传统。 凯特认为,把他乔治王送到这样一个沉闷,充满上层社会规章制度的教育机构,违背了他们实现重塑君主制,实现王室的现代化的所有努力。 此外,他会非常想念儿子乔治小王子,因为伊顿公学是寄宿学校,学生平时不能回家的。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精英教育机构之一,平均每年的学费为4.6万英镑。 与此同时,同样是精英学校的马尔伯勒学院,他的寄宿生每学期的需要14310英镑的学费,走读生每学期12165英镑的学费。 凯特王妃在家人的簇拥下庆祝42岁生日,虽然威廉王子让乔治去伊顿公学读书的决定让他伤心难过,令此次生日派对变得逊色不小。 皇家新闻记者布瑞塔尼·巴格告诉每日星报,凯特王妃私下庆祝自己生日,他和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度过,他不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来庆祝。 展望新的一年,凯特王妃将继续专注于她的母亲身份,因为她的孩子是她的主要关注点,但也会看到她在一些方面加强她的王室职责。 她是王位继承人的配偶,未来的英国王后,因此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责任。 从这件事看来,哪怕是王室贵族,有时候也会为一些小事而烦恼,比如凯特王妃,她美丽动人,身份尊贵,是未来的王后,但是依然因为丈夫威廉王子对儿子教育的决定感到心碎,伤心难过,这或许就是人性的。 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室贵族,只要是人,就有烦恼,这与身份地位无关。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不知不觉之间,2023年离我们而去,2024年悄然来到。 在新的一年里,事情往往会有新的变化,而2024年,对于英国王室的网红夫妻档梅根和哈里来说,或许注定不会是顺利的一年,对于梅根更可能是苦难一年。 对于梅根夫妇来说,2023年两人事业遭遇巨大挫折,这直接导致了他们陷入财政困境,财员枯竭,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但是,2023年已经过去,在2024年,梅根夫妇处境却不容乐观,有专家称,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将遭受终极羞辱。 据一位专家公开评论说,梅根夫妇在遭到观众冷落后,他们将遭受终极羞辱乔柯一世王氏专家,同时也是金球奖主持人,他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向媒体公开发表评论,认为梅根夫妇在2023年影视作品遭到冷遇,被观众嫌弃,这将让梅根夫妇遭到终极羞辱。 对于梅根夫妇来说,2024年不仅是一个糟糕的时刻,而且是充满苦难的一年。 正如王室专家丹尼拉·埃尔瑟所指出的,这是在他们决定离开王室的那天所种下的苦果。 新的一年,不仅以好莱坞对这对夫妇的嘲笑拉开了序幕,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宣布辞去王室高级职务和梅脱欧诞生整整四年后。 这些事件的象征意义对梅根夫妇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梅根夫妇目前已经被拖入了《环球报》的诉讼程序,官司缠身。 热门美剧金庄律师的明星吉娜·托雷斯透露。 剧组人员与梅根没有什么联系,这意味着梅根曾经靠金庄律师成名,现在却无法利用这部剧组的资源了。 当吉娜·托雷斯被问及是谁通知梅根,她需要在金球奖上亮相,进行即兴的演员重剧时,出现在金庄律师七个季度剧集系列中的托雷斯说。 我们没有她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与她已经不再联系了。 显然,2024年对于梅根夫妇来说,不会是平顺的一年,更有可能是充满风波与苦难,需要解决一个个困难的年度。 对于哈里王子来说,这似乎更加考验她对梅根的感情,毕竟哈里王子从小就养尊处优,现在遭遇如此困境,她能不能坚持下去,会不会抛弃妻子梅根另立出路,这还是未知数,但是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最起码,哈里可以选择重返王室,回王室做自己的王子,但是王室不会接纳梅根,重返王室就意味着离开梅根。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其实,不管梅根在爱波斯卡案件中的角色如何扑朔迷离,有一点是能够确定的,那就是以她的咖位和诉求,她应该不是消费者,而是被消费群体中的一份子,无论她是被迫营业,还是欢欣雀跃,只要金钱关系在那儿,她挣了这份钱,她和被服务对象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那么,为什么梅根没有像其他的岛上女性那样,为大家同情理解,甚至关爱有加,而是被大众讥讽嘲笑,成了屈辱的185了呢? 这就应该从梅根的人性上来看,应该说梅根是很幸运的,她在徐娘半老的年纪遇到了双伤感人的哈里,顺利地嫁入了王室,这结局别说是多少勾兰欢场女性的理想归宿。 就算是梁家女子,也算是嫁得不错的了。如果梅根能从此韬光养晦,迎心静气地做好王家庄的好媳妇,那么即使今天被爱破案波及到,人们也会体谅她当初的不得已,顺利过关。 可惜梅根没有这样做,她知道自己的历史经不起推敲,但是她更知道有人害怕她的过往大白于天下,于是,这个女人利用自己的不堪,对王室开始了敲诈勒索。 这真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得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击穿多大的心理底线,才能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要挟王家庄对她必须马首是瞻的。 而且很明显,梅根差点就做到了。 她在王室短短的两年,创造了多个记录,比如说建立和威廉凯特评级的办公室,创建单独的慈善机构,组建独立的工作班底。 嘉义十日,到底是剑桥公爵夫妇说了算,还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特别是公爵夫人全亲一方,还真不好说。 只可惜人算不如,有一位勇敢的女性把安德鲁送上了法庭,王室之手遮不住天,二叔的恶行众人皆知,这等于拆除了梅根手里炸弹的隐信。 于是,手中梅牌的梅根在王室也变得处处彻肘,寸步难行,不得不携哈里潜逃,在二王子的一国他乡继续他另一种的游艇买卖,用嘴皮子不劳而获。 好在美丽坚并不是到处都是萝莉党,梅根的创业折腾了四年,各种扑街,到如今算是失败了。 纵观梅根的前半生,老天爷对他确实不薄,以他的滋色天分,学商修养,他得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只可惜,老妈林圆构的思想太过吸烟客废,不消停的始终是梅根的脑袋,懒惰和贪婪的始终是他的身体。 当惯了躺着挣钱的公爵夫人,确实觉得和别人握手都累得慌。 于是从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跌入蒙特利托的别墅区是必然的,虽然加州的豪宅有钱就能买,但是现在大家还愿不愿意和一个185座邻居就不太好说了,而白金汉室有钱也回不去了, 这个后悔要难也没地方难。 梅根从勇闯罗利岛到激情豪嫁王家庄,人生不可谓不精彩,但是贪婪诚信,缺乏道德底线, 让他在短暂的成功过后,终于身被185如面颊赤字,面临终身羞辱,只能让人溃态一句,自作孽不可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感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